所以我是覺得 李強這個身段 真是剛柔並濟 厲害 最近雖然因為價格競爭 被比亞迪挨著打 但是他畢竟還是一款很強的汽車 還是有一定的行情 李強這個還是搞經濟的老手 他也知道 就特別把馬斯克找來安慰一下 國務院總理親自來告訴全中國人民 特斯拉還是可以買的 另外一場戰爭是產業上面的科技戰 我們要持續來看到畫面上是 美國的電動車龍頭特斯拉執行長 相隔這次達到11個月了 我們看到28日這一天 在路方的邀請之下 再次的飛往了北京 他這次會晤的是 中國國務院的總理李強 會面之後主要聚焦的爭議 也就是現在目前中國大陸先前 以特斯拉的哨兵模式 存在的這個洩漏的泄密風險 禁止特斯拉車輛進入多個場所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次會面中 終於達成了一些實質上面的成果 可以看到的是 中國汽車工業的協會 發布的最新報告稱 特斯拉車輛通過了安全的資料的一些要求 將於中國大陸各地陸續的要來解除禁令了 也代表未來可以看到 特斯拉有望在中國將自家的自動駕駛軟體 FSD搜集到的境內這些用戶數據 給輸網 國外以便進行後續這些自動駕駛技術的訓練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從2021年以來 特斯拉已經按照中國監管機構的這些要求 逐漸的將特斯拉在中國大陸 收集到的所有資料儲存在上海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當時的情境一直都沒有將資料傳回美國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次 特斯拉在上海超級工廠所生產的車型 被認為是唯一符合政府要求的外資企業 更可能被列入第一批通行的名單 也被視為接下來在中國大陸 非常重要的一步 好 其他首批通行的企業稍微念一下 還包括了比亞迪還有理想 路特斯合眾新能源跟未來 針對這一次的會面 李強我們可以看到他也說 這個是中美經貿合作上 一個非常成功的範例 他也說中國超大的規模市場 永遠向外資企業開放 繼續擴大市場損入 馬斯克的部分則是表示 特斯拉現在上海工廠是業績最好的工廠 主要就是得利於在中國團隊的辛勞 我們可以看到相隔這麼多年 而且美中關係現在也非常緊張 中國大陸突然間解除 這個中國大陸的部分 突然間解除對特斯拉的禁令 原因 考量又是什麼 委員怎麼看 很簡單 就是開始跟美國緩合關係 然後拉攏比較親中的 其他的企業界人士 尤其是馬斯克是在美國 是有名的親中企業家 你對著他打 基本上也沒有太大的意義 那現在馬斯克 最重要的所謂FSD 就是全自動駕駛 那全自動駕駛有一個很特點 就是你有一個 對特斯拉有一個哨兵系統 不斷的蒐集周圍的環境 蒐集周圍的環境了以後 特斯拉也答應說這些資料 會放在中國大陸的伺服器 不會運到美國去 領多是把參數模式經驗怎麼樣 拿去美國做研究 那這個中國是可以接受的啦 因為我是覺得大陸上也要開放心胸一點 這個手機的運用 蘋果在中國大陸整天在蒐集中國大陸使用者的習慣 當然他有限制說某個地方不能進去是怕借聽 基本上蒐集3C產品跟汽車使用者的習慣 是使得汽車設計跟3C設計 能夠升級很重要的原因 包括你說華為有沒有蒐集 有啊對不對 你必要的有沒有蒐集 有啊 那你不能夠對這個比較親中的這個特斯拉 採取相對打壓了 你打壓錯人 你要打壓福特啦 基因打壓是幹什麼啦對不對 所以我想李強這個還是搞經濟的老手啦 他也知道就特別把馬斯克找來安慰一下 哎呀我們以前弄錯人 你現在只要把這個防火牆建立好 你盡量去推 特斯拉畢竟還是在某種程度裡面 在汽車電動汽車業界還是有它的品牌效果 所以他最近雖然因為價格競爭 被比亞迪挨著打 他利潤縮小 但是他畢竟還是一款很強的汽車 在中國大陸還是有一定的行情 所以對於中國政府來講 由國務院總理親自來告訴全中國人民 特斯拉還是可以買的 就是這個意思嘛 他在幫特斯拉推銷吧 因為他們怕特斯拉銷得太不好 到時候上海超級工廠 營運受到影響 那所以全世界美國政府就 你看你剛剛你跑到中國大陸 投資不回頭突聯嗎 他們不想要造成這個結果 所以我是覺得李強這個身段 真是剛柔變跡啊 厲害厲害 是 好 同樣一個問題請教鄭總編 因為我們也看到這個 先前的晶片上面的建立 他是以國安為由美國 來警察華為的晶片 我們在想說 中國大陸方面 卻沒有以其他的方式 來繼續所謂升級他的科技報復 他的考量又是什麼 當然中國大陸在這個 目前高科技這個競爭裡面 他很多領域其實是不及美國的 也因此我們可以看到 更多是美國單方面限制 但過去來 他也並非沒有反擊的一個這個 這個憑藉 比如家和者這些重要物資 還有石墨烯的這個出口限制等等 他還會做一些有限度的反擊 但我認為中國大陸在過去來 這一連串貿易戰和科技戰 這個相互打來打去的同時 你很少看到他對於世界各國 做出一些類似美國這種 動輒以國安理由為限制 然後禁止一些東西 或者技術出口 那主要是大陸也深知 目前對於中國大陸未來經濟發展 就是他還是要開放一個 才去一個大開大和的開放態度 吸引全世界優秀的技術 投資人才進入 因為不可否認 中國大陸是全球化一個最大的獲利 而美國相對來講 它是一個嚴重的入超這個國家 因此我認為 目前雙方市場現況不一樣 導致中國大陸對於說 動輒以這種各種理由 來限制人家的這個 自己優勢的地方出口 反而會這種反噬的力量 讓自己目前客觀的一個 經貿的格局會受到影響 是 比如說這種美國的招式用多了 各國也懷疑你的市場 你的開放程度 還有你開放決心 那會對你產生很大的懷疑 也因此 截至目前為止 我們可以看到 大陸很少用類似美國的方式 對於其他國家做相關的限制 是 好 我們也要來看看這一次的一個 這一次的一個佈局 是否可以視為 就是美中經貿關係 逐漸走向緩和 還是說 剛剛因為委員也幫我們提到說 因為特斯拉它是比較親中的企業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案件 單一案件視為是未來經貿關係 走向比較和緩的一個關鍵第一步嗎 顏老師這有什麼決鬥 我覺得第一個 就是剛才委員已經提了 這個馬斯克跟對岸的關係 是比較好的 但也不要忘記 他跟川普關係還不錯 所以就是說我覺得 誰吵架 對 但是基本上 基本上他如果說 能夠從中國那邊得到一些好處 維持他的競爭力 特別在美國境內 保持他這個第一個 因為川普最喜歡說 美國第一 他只要保持有一個他的企業 拿得出來像樣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但他也才能 中國這邊拿到一些讓步 就可以維持他的一段的競爭力 我覺得這個對馬斯克來講 就是他當然是需要這一個 就是跟中國這邊取得一些妥協 但我不認為 這就是美中貿易關係變成緩和 只是中國說 看起來你是比較親我的 所以我這邊可以讓一些 那其他的就不一定了 所以還是有選擇性的 我覺得你看美國自己 包括川普上來 搞不好還要搞關稅 還要增加鋼鐵關稅更多的話 那不可能會那麼快會緩和 因為美國當他競爭不過這些 像過去的日本 然後之後的韓國或者台灣 一些甚至是大陸的 他日本 韓國跟台灣 他就要求你們把工廠搬到美國去 碰到大陸就給你嚴厲來制裁 所以美國是沒有辦法接受 他的貿易在各個領域上面 會變成第二 第三 他永遠是第一 我自己觀察美國選舉 美國每一個總統都會講一句話 他說很多人都讀我們會輸掉 他說你們不要賭 這是最糟糕的一個賭注 就是Don't bet on America 就是不要選擇 不要去賭美國會好像變成第二 美國永遠是第一 所以他們這個心態永遠在這裡 那為了要保持他這個第一的心態 所以他各種的工具他都要應用 我們看到現在日元被打成160 真是很慘 157 157 就是已經很 所以你就看到日本經過了上一次 那個升職之後 然後現在垮到現在 已經要靠這麼貶值了 然後都還沒辦法完全的恢復 就知道美國真的是 他一個動作出來 他就是希望能夠讓他的 這個主要的敵手 馬上被打下去以後 他可以有一陣子的緩和 讓他重新站穩腳步 好 我們接下來也會持續來觀察 就如顏老師幫我們看到 接下來如果川普一旦上任 對於特斯拉後續的衝擊是什麼 我們先來看看現在衝擊 就已經可以看到已經非常明顯了 去年的整個一季 在去年的一整年 他全球表現就已經很不好了 那麼第一季的銷量是38.68萬台 那年減幅也是8.5% 遠低於市場原本預估 達到44.9萬量的一個交付量 另外現在還有面臨幾個 在全球的一些挑戰 好 我們來提幾個 包括在柏林以外的工廠 被多次的關閉 再來因為在中國大陸的內部 非常的競爭 現在有非常的 中國大陸的電動車都推出 所以他也祭出降價策略 導致他在去年第四季毛利 降到17.6% 數字看起來好像還好 但是已經是2019年最差了 近期再來看到他又在加碼 繼續的針對畫面上 您看到中國大陸的 這三款的電動車 他也來做降價 來考跟國內的這些 中國大陸的電動車競爭 降幅最高達到新台幣6.5萬元 另外知情人士也透露 現在特斯拉是上個月 指示了上海廠的這些員工 每週你工作 接下來從六天降到五天 降低產量 股價的部分 直接反映在金融市場 也非常明顯 過去一年股價從299 跳到了一直跌 跌到了138.8美元 市值現在只剩下4500多億美元 蒸發幅度非常驚人 達到了六成 而且大家知道他又在全球 裁員1.4萬人 接下來他有哪些機會 還可以持續穩住 所謂全球電動車龍頭寶座嗎 他有哪些的優勢跟威脅 委員怎麼看 其實特斯拉的優勢還是很明顯 第一個就是他的自動駕駛系統 第二個就是他的車殼的 整個車架的設計 在目前電動車裡面 還是一個邀愛旅行 但他有幾個缺點跟短板 第一個短板就是他的車型 出來到現在都沒改過 年輕人會去買他爸爸要的車型嗎 不會嘛 他車型退潮流是最大的問題 第二個更嚴重的問題就是 他以前的電池 因為我們知道電動車的核心 除了那一套很複雜的系統 特斯拉很好 就是電池的問題 電池的問題 問題是他以前自己做的 現在已經被比亞迪跟那個都趕過去 而且他還比你便宜啊 第二個他自己做不過 他發包給那個 這個韓國的L7 那個日本的Panasonic 等等去代工 問題是成本高效率差 他現在腦筋才轉過來說 那我應該回頭來找寧德時代 所以他現在開始在大陸上的電池 開始裝寧德時代 然後這個美國也請寧德時代合作 現在問題是寧德時代電池滿檔 不是葉倫講的生產過剩 根本就生產不出來 大家不要以為電池像玩具一樣 壓一壓都出來 電池的材料的準備啊等等 是很長的過程 就我明年要生產多少 我今年的材料要蹲多少 材料還要乾燥 還要經過一定的程序 那個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 所以做出一個電池的生產線 反而比汽車生產線還要來的麻煩 不複雜但麻煩 所以特斯拉現在在想到這個問題 所以想要回國再找 可是時間上寧德時代 電池就通通早就被訂光了 那這個他目前的窘境就在這裡 可是我認為是過渡時期 那第三個最重要的 以前因為他品牌價值高 所以他的定價的利潤非常高 他的利潤高使他股價就一飛沖天 可是相對的 別人的價錢沒那麼高啊 那經濟又不好 老百姓不可能老是要買那麼貴的 買那麼貴的成 消費者就一定那個層次啊 那如果說好 這個我今天看到 哎呦 老師買的比亞迪跟我也不差 可是比我便宜的五萬塊人民幣 我臉皮再想要奢華一下 我也不會跟這五萬塊人民幣過不去啊 這是個很現實的問題啊 所以消費者在這個所謂 所得替代效果的壓力底下 這是個經濟現象 他逐漸的會想要購買特斯拉的意願降低 購買比亞迪跟其他品牌的意願會增高 這搞不好還跑去買小米啊對不對 所以中國大陸的競爭他會越來越多 可是他不是沒有機會 因為畢竟他的這些操作系統 我目前問過很多專家 他的汽車操作系統目前還是最好的 自由自動駕駛系統目前還是最好的 現在包括這個比亞迪找了很多什麼百度啊 合作搞個老半天 還是跟他有點距離 所以他掌握他的優勢 掌握他的優勢啊 可是他的那個什麼 不要跟那個iPhone這個14一樣15一樣 老是那個樣子都沒有人買了 所以他必須在車型內裝外型做很大很大的改變 要不然電動汽車 雖然表面上看買的都是男生在買 可是聽說決定的都是女生在決定的 那你老是那個笨笨的樣子 那誰會喜歡啊對不對 所以要討好女生的喜歡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這次我們來關心兩會的進度 中國大陸的兩會在這兩天登場 這當中的政協開幕會還有人大新聞發布會 是重要的看點 不過今年比較不尋常的就是這個發言人 宣布的國務院總理李強 他不會再巡礼 舉辦閉幕會後的總理記者會了 這讓2023年3月13號 在李強接替了李克強出任總理之後 會見中外媒體也成為他本屆任內 唯一一次的記者會了 好事實上我們帶您稍微回顧一下 從1993年開始 人大通常在會議之後 都會有總理記者會 而且是常代化的執行 一直到了2023年 那麼可以看到歷任的總理 從李鵬開始 朱鎔基 溫家寶 李克強等等 甚至乃至李強 都會在這記者會上面 留下他的身影 甚至會有一些金句甚至景欲 現在沒有記者會了 我們來看到紐約時報怎麼說 他認為現在是結束了一個 長達30年的原本該有的一個傳統 那麼中國大陸的外交部發言人 毛寧針對這個沒有記者會這件事情 他說如果沒有特殊的狀況 本屆全國人大幾年之後 也不會再舉行記者會 那他特別針對外界擔心 為什麼沒有記者會 他說是各界擔心的都是沒有必要的 好來特別請教大使怎麼看 這個記者會本來說是可以稍微 親近這個總理來聊聊總理 然後也刻畫總理未來的一個目標等等 現在沒有了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嗎 事實上我覺得就是說 中國大陸我認為 對於這個總理的記者會 可能認為在今年或者明後年 他這個總理記者會開比不開 不開比開好 那就是說他可能會面臨很多一些問題 這些問題可能是他們不希望 總理的層級去直接面對的 那因為總理事實上他主要在談的 他主要主幹部 他主要是經濟 金融 財政 建設 內政方面的一些問題 那我想因為我想大陸現在這個 整個對國際情勢的一個研判 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也就是說整個中國大陸 內環境跟外環境的挑戰是空前的 那而且可以看得出來 大陸對尤其跟美國關係 還有跟整個西方的 那麼會面臨一些這種 尤其在金融方面 財政方面 還有一部就是內部市場的改革開放 還有一些就是說它的這些 資本的開放部分 它面臨一種幾乎是一種貿易金融 還有財政戰的一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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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面 對 所以我覺得很多部分 他們應該是不想把自己的這些想法講得太明 或者由總理這個階層來講 有一點音垂定音的這樣子的這個 那講完以後它就沒有一個迴旋的空間了 而且把它的政策的透明度提到太高 那我覺得基本上是準備打金融戰 準備打貿易戰甚至科技戰的一個 整體布局的一部分 那當然就是說他們也有說 就是說各個部會首長的 所謂的這些通道 首長通道還是開放的 也就是在這個會議中 這些部長是可以接受訪問的 那你如果遇到他你可以去接受訪問的 那另外還有他們就是說 這一些領導人他到了各個開會的 這個所謂的下半道團組 那比如說有各種不同的這些 委員會或者說地方的代表的會議器 那可能這個就是說 李強或者說習近平本人 都會下去到團組去 對一些重要問題發表一些政策的 那樣子他就有主動性 而不是在記者會的時候是被動的 那被很多這個記者來主動提出問題 站在一個被動的角度 而且我看每年他這個 在選這些記者的部分 他也會顯示出來 他在外交上面的一個先後順序 比如說塔斯社對不對 比如說這個美聯社還有法新社 那或者日本共同社或怎麼樣 這個因為時間短週 周少生多 那這個就會給很多小國的國家 或者第三世界國家就是說 你這個是我們第三世界領袖 結果你老是跟你做對的這些大國 你才讓他這個記者有機會發問 我們這些小國 比如說我衣服有皮壓 我跟你關係這麼好 為什麼不知道我問問題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這種會議 為什麼這種記者會開與不開 我想不是單一因素 是很複雜的 不過主要因素我覺得還是因為 就是說整個對外 總理那麼很多重要的政策 他講出去沒有回旋空間 而且講出去的造成影響比較大 是 所以他把它拉回來 到所謂的首長通道這一塊 讓各個負責的專業部長 直接去面臨記者 如果說有一些要跟動的話 總理他還有一個回旋空間 他可以說上面還有另外有一間 針對經濟上面 中國政府接下來會來掌握主動權 那麼接下來可能會發生的是 金融科技貿易戰等等 因此許多的經濟政策上 還不太適宜講得太明白 那我還可以定位說 這個沒有記者會 等於是拔掉這個 李強總理的一個大舞台嗎 可以這樣解讀嗎 孫委員 對這些想盡各種辦法 雞蛋裡挑骨頭的西方媒體來說 他們一定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他們過去從各式各樣的蛛絲馬跡 就不斷的朝這個方向來進行推論 包含李強不搭專機 改搭客機 他們都認為說這是因為李強 不敢跟習近平有同樣的待遇 所以代表李強越做越小 我覺得其實當然西方媒體 是唯恐天下不亂的 這種訊息聽聽就好了 可是對於這個兩會之後的 總理記者會 其實中國大陸應該是從1988年 開始第一次 當時的總理是李鵬 後來89年跟90年 因為89民運事件暫停了 然後91年又恢復 然後一直到93年開始成為常態 一直到今天 那麼外界為什麼這麼在意 這個總理記者會的原因 是因為大家都認為說 所謂的兩會的相關的議程 是早就訂好的 公開的 那一切就是照章辦事 行李如宜 所以如果要打聽更多 各式各樣的幕後訊息 或者是一些未來政策發展的方向 那只有琢磨在這個總理記者會 所以外界的媒體都認為說 這個總理記者會 就是中國大陸面對 這個外國媒體的一個重要窗口 而且過去在執行 所謂的這個總理記者會的時候 他們來的記者 跟我們那個總統記者會不一樣 他們來的是六七百個記者 六七百家媒體 不像今天台灣 台灣今天這個蔡英文開個記者會 大概來也不至於來一百個 中外記者會大家都沒這麼多人了 這個媒體的數量非常的龐大 那麼在這個記者會裡頭 幾乎過去的慣例 就讓他問好 問飽 問滿了 所以總理記者會有開過兩小時 到兩個半小時的 就是非常的長 那麼而且大部分的時間 都開放給外國媒體提問 所以外國媒體會認為說 在這個總理記者會裡頭 是打探中國消息最好的機會 就藉由這一問一答的過程當中 可能可以得到一些其他的訊息 或者是幕後的一些政策 但是為什麼這一次會喊停 我的想法其實跟大使非常雷同 因為我覺得對中國大陸來講 未來不管是兩岸的問題 中美對抗的問題 經貿的問題 科技封鎖的問題 也許中國大陸並不想這麼早 讓對方摸清楚他的底牌是什麼 那麼甚至也不希望在這樣 一問一答的過程當中 如果我又不願意告訴你更多的資訊 反而變成一個很尷尬的場面 好像變成說我回答不出來問題了 所以在這些情況之下 與其造成 讓外界可以提早掌握住 中國大陸針對這些事件的 一些動向跟布局和想法 還不如就下放到部長層級 因為部長層級問的 絕對就是事務性的 那就不用講了 每一個部長只能回答他自己的那一塊 對於國家的整體大政 對於中國大陸未來要怎麼樣 怎麼樣因應中美的變局 怎麼樣因應一波一波來自於美國 跟他的盟國 對於中國大陸的圍堵跟圍剿 這些東西中國大陸現在顯然 並不想讓大家知道 那麼所以我覺得這樣的操作 當然你會給外界有心 這個見縫插針的人 再一次的渲染 這個李強跟習近平之間的關係 但是我覺得時間會證明一切 這些渲染可以隨著時間來證明 但是對中國大陸來講 他顯然是經過精密的評估之後 他認為在此時此刻 不要掀出自己的底牌 對自己是最有利的 但是當他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要擔憂了 當他不願意掀底牌的時候 代表未來的這一年 恐怕不像往年這樣了 他可能有一些驚人之舉 他可能有一些其他私下的佈局 這些東西究竟是什麼 為什麼不願意在總理記者會 都讓大家掌握到 我覺得台灣就在它的旁邊 台灣絕對不要掉以輕心了 不先底牌 接下來很多的東西 我們就要更加謹慎 特別我們來看到的是 在經濟上沒有太大的一個預期 超出預期 就是喊出經濟增長率是5% 比較好奇的是強前教主編 在這個國防的部分 他新增的是國防預算 增加7%會用在哪裡 其實這個7%的預算 跟過去比起來 增幅並沒有太顯著 當然其實以目前大陸 它整個軍事發展來看的話 它其實還有相當大量的裝備 需要換裝 它現在大概是已經進到 就是之前 算是他們新一代兵力的 換裝的尾聲 因為像過去我們台灣 大概在1996、97年 開始進入換裝的高峰之後 他們從2005年左右 開始也進入他們的換裝的高峰 然後這些年來 他們把舊的戰機 基本上來講 大家都太除了差不多了 但這些飛機還是要有新的裝備來替換他們 像大陸的話 也還是持續的 要造新的艦艇 來替換舊的艦艇 或是說他們之前造了一堆056 把它移交給他們的海警 然後來把能量騰出來給海軍用 所以就是它的裝備 現在化的部分還在進行中 當然是已經這段時間到了一個尾聲 當然其實它現在為了要支援 它開始包含在它的一帶一路 像比如說它可能在巴基斯坦 或甚至於在非洲的這些基地 而且他們甚至於目前感覺好像也還有在開闢第三個海外基地的這樣的計畫 所以在這些情況下 又有包含了這個新一代兵力的這個換裝 還有包含海外基地的新開設 以及現有海外基地的這個維持 甚至於規模可能要擴大這個情況下 它的這個7%的國防預算的增長 其實並不會太離譜或是太有任何突兀的這個地方 但是像他們現在造船的這個計畫中 也有很多值得我們注意的 也就是說他們從這個過去跟這個 當他們認為蔡總統在這個九州共識的這個答案券上 沒有拿到他們想要的答案 之後陸方就開始非常認真的開始建構他們的海空三棲聯合登陸 特別是兩棲登陸突擊的這個能力 那這個時候他們已經造了三艘兩棲攻擊 他們現在越造越多 那這些其實反而是我們需要去值得注意的地方 他們未來在海軍那個兵力投射 跟快速突擊登陸的能力的提升上來講 是不是已經到了我們應該需要警戒的地步了 謝謝主編好關心完這個軍事上面的國防 我們來看到的是兩岸關係的部分 這一次李強他在政府的工作報告當中 涉及台灣的議題其實沒有兩岸沒有太多的琢磨 那比較特別的是有重申九二共識等等 不過這一次特別是刪除了這個和平統一這四個字 那還罕見的提到了維護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 我請教介大使如何看兩岸關係 他現在看起來從這個報告中是冷處理 也可以反映現在政府的態度嗎 你怎麼看 對我覺得最主要李強在兩會工作報告 他主要重點在經濟 那我覺得這一次因為兩會 之前突然發生了金門撞傳事件 造成兩岸的關係緊張 我覺得大陸如果在這個 目前如果在這個會議 在這個場合比較強調台灣問題 感覺會失焦 對 就會把這個焦點會把它放到他經濟以外的 那可能並不是他開這個會的本意 所以他還是比較堅持 要把這個會議的主軸放在經濟上面 所以他在這個台灣問題上 他沒有什麼比較大的這些不同的變動 當然我們也看到了有一些這個 有一些變動 我們也看到和平統一的 刪除和平統一 對 和平統一 那麼這個字已經沒有了 就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裡面提到的這個 維護中華民國根本利益 這個字眼又重新出現 當然還有一個就是說 反對外來干涉 好像也是過去沒有的 就是說大家就自爭俱灼 在裡面發掘這些問題 不過就是說沒有太多的 讓你太驚奇的一些變化 我想主要就是說這個 不想把整個台灣問題 在這裡面凸顯變成太搶戲的議題 不過我覺得這個 因為在2月中的時候 才剛開過中共中央的 涉台工作會議 王滬寧裡面有一些講話 我倒覺得那個裡面最主要講話的就是說 本來是堅決反對台獨 後來改變了堅決打擊台獨 我覺得反對跟打擊這兩個字變得最多 是 這兩個字的話 倒可以看出來 中國大陸可能就是說 對台灣的工作 對台獨這一手 硬的一手會越來越硬 是 那不過就是說 這一點也正好就是說 我覺得 我覺得民進黨 尤其在選了這個 主張台獨的這個賴清德 出來競選 那當選了以後 這個是大陸 我覺得必然有一個反應 是 對 那當然如果說賴清德 他質疑要走台獨路線的話 那我想他就會把整個台灣 綁架到一個跟大陸 那麼對撞 沒有一個 沒有轉環空間的一個餘地 是 那這個我覺得 台灣內部應該要把這個事情想清楚 是 我們是不是要跟著賴清德的台獨路線 跟大陸做一場 不計代價的一場豪賭 是 那這一次事實上 你看金門的這個撞船事件 呃 戴清德還沒有上任 你可以看出來民進黨 已經是對撞的姿態了 那對撞的後果 我覺得他們是不太在乎的 是 那就留給大陸去決定 那大陸已經從這個 不反對變成要打擊了 那我們就看他將來怎麼用打擊的方式 是 好 這一節產業消息來關心 美中戰火持續延燒 我們來看到華為去年推出的 Mate 60 Pro 向世界宣布突破 美國晶片封鎖之後震撼全球 當然是絕對增添了討論熱度 不過我們來看到 美國似乎沒有將此放在眼裡 為什麼這麼說 我們來看到最新在21號這一天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他說了 根據目前的調查 華為所使用的晶片 並不如美國先進 而且他說 弱後美國多年 佔明美國對中國的出口限制 依舊是有效的 我們看到雷蒙多官方說的 非常的自信 但是實際我們來望遠 中國大陸14億人口的消費市場 現在來看到 特別在手機部分 美國製晶片的iPhone 今年前六個月銷量爆減了多少 24% 同期我們來看到華為手機的部分 出貨量年增幅達到了64% 要基於現在是第二大廠 不只是手機而已 現在電動車在中國大陸 也是同樣遭受非常大的壓力 跟瓶頸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到 在面對比亞迪 小米等大陸品牌的夹殺之下 電動車大廠特斯拉 最近說 終於敵不過壓力要來降價了 21日宣布 他接下來在大陸全車系列 產品無預警要來大降價 福利不都是落在多少 每一台人民幣大約減少1.4萬元 換句話說 一台Model 3 畫面上您看到 現在只需要23萬人民幣 換算性台幣104萬左右 就可以把它開回家 我們也可以看到 現在美中之間的關係 尤其在2018年 加拿大警方應美國要求 政府司法互助 逮捕了華為副董 孟晚舟之後 可以感受到西方 跟中國大陸彼此間的 不信任關係持續加劇 再強化中國大陸人民的愛國意識嗎 這樣的趨勢之下 是否可能遇見未來 中國大陸國貨產品銷售 可能碾壓西方 現在會成為西方 跟中國大陸國貨 主要兩股的銷售勢力嗎 今天我們請專家 來一次做解讀 下來看到如何解讀 雷蒙多他所說的 華為晶片仍落後美國多年 委員 這個是事實 我必須承認 就是說從全面的科技水平來講 華為還沒有辦法做3奈米 5奈米 但他有能力設計 3奈米5奈米的晶片 所以雷蒙多所推動 對華為的打壓 在過去3年是有效的 請問一下 未來3年已經不一定了 所以華為在努力在突破當中 會突破到什麼程度 我們現在看不出來 但是光目前的突破狀況 就使得華為的手機的銷售量 快速成長 然後使iPhone的銷售量 在中國大陸是爆量跌 所以你看iPhone 以前都從來不降價的 就從來要降價 也不來台灣降價 實在不過一次 然後特斯拉也是這種情形 所以中美兩國如果不斷的競爭 其實對於我們全世界消費者是好的 因為雖然特斯拉跟iPhone 不敢不會在台灣降價 可是也不會在台灣提價 下一波的話 i16也會比較便宜一點 所以華為加油 我們可以買到更便宜的iPhone 這個就是個撞球現象 因為雷夢多當然站在商務部長 他這個4月21日是剛剛接受 美國那個什麼60分鐘節目的專訪 當這個他很驕傲地講說 你看我們美國的半導體 還是領先全世界 就這個主持人在吐那一槽 不是台灣嗎 不過他沒有分清楚 半導體晶片設計 美國能來世界第一 然後製造台灣第一 然後生產中國第一 為什麼 現在中國的半導體生產量 佔全世界64% 所以生產中國是第一 那製造 我們台灣的製造 僅限於高端產品 佔全世界比重比較高 在中低端產品 我們沒有那麼高 因為我們都是什麼聯電 那個利基電 那股票不會漲 那只是股票 那在高端 我們台積電是值得我們珍惜的 所以要好好保護它 讓它不要缺電 讓它不要被美國人抓一打屁股 這是我們任了一個台灣政治領導 來要去努力的 那美國當然也是很巧妙 美國現在晶片設計業的 第一名也是台裔的 第二名也是台裔的 真的很巧 第一名就是黃仁勳 第二名就是蘇智鋒 那表示當年李國庭 這個抱著頭說要搞半導體 蔣經國還沒搞不成這樣 我就直接撥一筆錢給他去搞 真的還有效 只是未來我們其他的領導 也沒有這種智慧而已 好 在我們看到中國大陸的壓力之下 剛剛講說這個手機之外 很辛苦之外 在電動車我們剛剛也說很辛苦 這漲價幅度說 每一台車達到1.4萬人民幣 漲價幅度真的是非常的大 是因為敵不過內部 中國大陸內部的市場壓力嗎 還是有其他的考量 我們現在看到現在小米跟比亞迪都在夾殺 特斯拉未來的機會又到底是什麼 總編怎麼看 我不知道大陸各行各業 都是有一個普遍下就是內捲嚴重 就是內部的廝殺是非常慘烈 其實像電動車其實也是如此 像除了這個大家耳熟能講比亞迪外 像這個未來 小鵬 之前雷軍的小米也加入電動車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的廠牌 因此對於這個特斯拉來講 在那麼內捲的一個環境下 它非要打落門也要獲血存 這就是為什麼面對那麼強勢的壓力 它必須要一直降價 而且已經降價了好幾波 我認為這不是最後一波降價 未來可能還需要繼續降價 至於說為什麼內捲那麼嚴重 這就必須要談到 在電動車這個整個產業鏈裡面 因為大陸的整個產業鏈非常完整 除了車以外我們剛才講到很多品牌 事實上包括電池 機電系統等等 它已經非常完整 因此它可以經得起這麼樣的降價 但對於特斯拉來講 它作為一個外國品牌 它能否比照辦理 我認為隨著內捲 最後總是會達到一個它的臨界點 因此對於特斯拉來講 未來確實在大陸比較堪率 這是大家必須要持續觀察的 後世的發展 是 同一個問題 顏老師跟總編特別講到內捲這個問題 這主要是跟消費市場有關 但我也要想問說 這是不是也有一些民族情緒在裡面 您又怎麼看 我覺得當然有 可是我覺得蔡委員常常講 覺得就是葉仁他們講的產能過剩 大陸其實就是真的是產能 當你產能過剩 市場上有這麼多的選擇 你能夠不降價嗎 我覺得一定會要降 這是很簡單的 你要競爭 要有維持競爭力 你不降價 那就沒有競爭力 是 答案是很簡單 可是今天我覺得特斯拉 或者所有的美國公司 到了中國大陸 以前都有一個 最早的時候他們都有一個幻覺 就覺得說 我今天進入這個大陸市場 我先節足先登 我佔了一起之地 然後我就可以銷售我的第一批 然後雖然會被所謂的 有些技術轉移 可能對方很快就會學會 但是起碼我賺到前面這一大筆 那根據美國過去 在拉丁美洲的經驗 是 都學不會 所以即使有技術轉移 他們也沒有拿到 那所以就繼續在美國的 這個產業的優勢 就一直維持住 可是沒想到大陸到了中國 大陸學得這麼快 一下就學會所有的東西了 那變成是你在扶植你的競爭對手 那答案就是很簡單 那你為什麼要去 你知道他會學會 我不去別人會去 所以我還是要去賺那第一筆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是最大的問題 就是同樣的 我們剛剛前面 如果提到美國 對大陸要是增加關稅或等等 你應該去問的是 為什麼你的美國公司 還要去買大陸貨 要愛國 你就根本不要去進口大陸貨就得了 而不是說進口了大陸貨 然後你再增關稅 結果還是比美國貨便宜 結果美國人還在買大陸貨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今天我覺得要去競爭 你說是不是大陸的政策 把它們吸進去騙進去 也不見得是 就是因為過去美國在其他第三世界 所做的這些投資 他都覺得你最終是學不會的 你最終是要求技術轉移也沒拿到 可是沒想到到了大陸吃了孟貴 是 好 剛剛尤老師幫我們 特別提到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說外資你先進去 然後我在這邊落地 然後我接下來先賺第一波錢 我不認為說技術可能那麼容易 就被轉移 不過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還有這個專家特別說叫做養砂套模式 這是什麼 等一下請委員來幫我們看 我們先來看到目前特斯拉 他近期到底經歷了哪一些事情 特別從去年7月以來 市值的部分蒸發了4000億美元 這幅度年減幅超過了40% 非常的高 我們看到特斯拉目前市值 只有Meta的一半 而且甚至只有Google的四分之一 剛剛我說這養套砂模式 講這一句話的就是前專欄作家 畫面上你看到叫做史密斯 他在他的個人部落格說了 特斯拉未來最大的競爭就是來自於中國的車企 導致發展前景蒙受陰霾 他特別揭露說中國大陸現在對於外商 養套砂的模式 也就是外商會受到市場誘惑進入中國 剛剛顏老師已經幫我們說非常多了 接下來中氣透過合資或其他方式 他說用盜取技術的方式 最終將這些外商給全部趕出中國的市場 我以為你如何解讀他這一句話 因為美國人輸了要找理由也不難 這是美國智慧 美國智慧 AI的一種新模式 因為這樣他心裡會比較舒服 免得需要看心理醫生做心理輔導 我們也特斯拉未利 當時他到中國去設上海工廠的時候 股價才19塊錢 為什麼沒有人看好他 美國人都看衰他 那中國就給他養 養什麼土地免費 睡眠進口什麼都不用 反正你只要來在那邊裝配 在那邊製造 睡眠一遍 結果沒有人認為這個上海工廠開得起來 也是很新的無人工廠 那無人工廠一開起來 他的股價就一揮衝天 這個是特斯拉受惠於中國 他已經不是那一股19塊的 那你今天從一股那麼高得下來 你在叫什麼 你是不是好叫了 所以第二個有沒有套 這個也不能叫套 為什麼比亞迪可以起來 第一個 拿錢去給比亞迪扶起來是誰 是你美國的巴菲特 不是別人 是你美國的巴菲特 去把比亞迪養起來 為什麼 他發現比亞迪的電磁技術 有特殊的地方 特斯拉是電動車的操控系統 有特殊的 然後比亞迪的操控系統 是不如這個特斯拉 可是他發現 比亞迪從電磁轉過來 做電磁 是比較長遠的 是 所以因此 這個當時巴菲特 就砸大錢進去了 結果把比亞迪給拉上來了 那你現在比亞迪以電磁取勝 你特斯拉電磁在哪裡 跟韓國人買 你丟不丟臉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養套商 你自己特斯拉走錯路 如果你一開始也在中國 就跟什麼寧德時代合作 現在才開始想要跟寧德時代合作 已經有點晚了 那你走錯路了 你的車型又設計又很笨 你老闆整天又去搞什麼火箭 對不對 那你自己走錯路 現在怪中國養套商 這不是一個中國的政府在操作 這包括你的巴菲特 馬斯克 是一個市場競爭的結果 那如果真的養套商 沒有 沒有 騙我們去 騙 套住了 殺 用工會來殺 台積電最後關門 回台灣 那我擔心他現在 從事就顧忌 把這個台積電騙過去 說我給你50億 結果發現50億是什麼 賺錢就回來 還交給他 那我又不是借不到錢 憑台積電這個招牌 你借給他50億多得很 不過錢強迫了 你也不能不拿 拿了以後 然後賺錢還回去 還有更重要的說 你的客戶資料要給我 不然我怎麼知道你有沒有賺錢 所以盜取客戶資料 那接下來 你把台灣的員工去 騙過去 騙過去說 我可能給你這個綠卡 結果很多台積電工程 就傻傻的 就過去了 到現在綠卡還沒拿到 然後開始有人在做工作 你如果轉到Intel 我就給你綠卡 所以是不是養套商 就是養套商嘛 所以我是覺得 這美國人也不拿鏡子照照自己 好像自己永遠是上帝生的 所以表示說一種很高尚的 其實美國愁樂的鑰匙 是 在美中科技戰上面競爭 除了剛剛我們提到這種 商業模式上面的競爭 還有技術等等 我們看到政治上面 是否也會有一些影響 尤其特別大家關心到 是不是2018年 這個孟晚舟事件發生之後 是不是在加劇 現在中國大陸內部的 一些愛國的民族主義 現在國貨商品的銷售上 確實我們可以看到 有非常好的一個趨勢 未來我們是想要看到說 這個趨勢會越來越明顯嗎 這樣子會不會導致西方產品 未來更加難以進入到 中國大陸的市場 總編您如何解讀 確實孟晚舟事件 對於中國大陸民情來講 其實對於西方 等於之前很多幻想 其實破滅大半 特別是他可以 無一所不用其 而且其實推翻他之前 所強調很多價值觀 只是為了在商業上 打款的對手 而且用很多包裝的語言 後來都證明 其實你說白了就是 赤裸魯的商業競爭 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 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敏 兩岸大事 國際震驚 軍事脈動 深度剖析打開視野 節目一開始 歡迎嘉賓參與討論 首先歡迎台大政治系教授 左鎮東老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 張敬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還有彈大國際事務 與戰略所助理教授 林苡佑老師 思敏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觀眾朋友這一節節目我們要帶你來關心的是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7日下午這一天會見訪問北京的荷蘭總理呂特 終於見上一面了 好 根據央視的報導習近平這一次特別表態了 任何勢力都無法嚇阻中國科技發展進一步的一個步伐 他更進一步表明了脫鉤 鍛鍊 沒有出路 開放合作才是唯一的選擇 至於我們來看到大陸的總理李強他怎麼說 他同樣會見的呂特強調歡迎歐方分享大陸超大規模市場機遇 特別是希望歐方能審慎的出台限制性經貿政策和使用貿易的救濟措施 我們看到這個理念喔 治理行間似乎都透露的什麼 但是也都沒有直指雙方相當在意的 其實就是在光科技禁令的這個議題當中 事實上自美國對中國大陸發動科技戰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大陸晶片遭西方卡脖子 而這次荷蘭大陸雙方領導人會面了 檯面上說了很多要拉高籌碼 但是就沒有提到光科技 檯面下暗潮汹湧企業端 艾斯莫爾執行長 著急的如熱鍋上的螞蟻公開指出 孤立中國是沒有希望的 只會導致大陸自行研發製造 甚至說三年之後就可以獲得技術突破 讓中國變得非常創新 我們特別來關注到這場會議 習近平 李強沒有直接觸及光科技議題 但這是雙方最重視的 試問北京除了展現意志 可以端出什麼樣的誘因 讓荷蘭改變態度 佐老師 好 首先我們想要 真的就是說北京 真的要去影響到荷蘭的政策 要先看呂特 他是以什麼樣的身份來中國大陸 那未來他又是什麼樣的一個角色 那其實呂特 因為他是即將卸任 但是說是即將卸任 也還不知道什麼時候卸任 因為荷蘭的聯合政府 現在還沒有籌組完成 事實上來講 這一次去年底的荷蘭大選 獲勝就是說最大黨的這個自由黨 他的這個黨魁叫做維德爾 那麼他事實上 目前在二月的時候才宣布就是說 他的這個談判 仇主政府的談判是失敗了 所以到底未來 能不能夠順利組閣 現在還是一個很大的變數 那這個自由黨 大概就是有大概37席左右 而這個目前的這個 就是呂特他的這個黨 政黨 他所領導的政黨 叫做民主人民黨 是24席 大概是第三大黨 那中間第二黨 就叫做社會契約黨 那新社會契約黨 事實上 他跟這個自由黨之間的談判 就是剛剛破裂 所以未來到底是哪一個政黨 會組閣 到底是不是自由黨來擔任首相 以及未來哪些政黨會入閣 其實都還不確定 所以這是當然 那呂特的第一個身份 就是他仍然是現在的首相 雖然是看守內閣 第二個是什麼呢 就是他即將卸任 因為他已經宣布 他會離開政壇 對 所以說他未來會不會繼續在 國會第三大黨 民主人民黨 扮演一個重要角色 這個也值得觀察 如果他要繼續扮演角色 就是影響到這個民主人民黨的立場 這當然又會是另外一種對待的方式 第三個就是他作為一個卸任的首相 他未來可能會到民間企業去 所以那是不是要從他個人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情 所以大概有三層次的角色 如果是作為一個還不確定什麼時候下台的 即將卸任的首相 當然你是從荷蘭整體的角度來看 就荷蘭在整個美國的這個制裁過程裡頭 他可以有什麼樣的一個空間 因為制裁對 就是說制裁大陸對荷蘭也是不利的 雖然過去這兩年 這個艾斯莫爾的這個出口大幅的增加 但是這個是因為預期他即將要制裁 所以他即將不能出口 那一旦未來解禁了 當然他可能會增加 但就不會那麼激量的增加 因為他就未來預期還可以持續不斷的進口 所以這是第一個 就是說如何讓荷蘭在這個過程裡頭 有一個角色扮演 那第二個就是說 第二個其實可能就不是一個經濟政策的問題 而是一個理念的問題 就是如果旅特作為一個民主人民黨的這個黨魁 或者民主人民黨的繼續有實質影響力的領袖 那怎麼樣讓民主人民黨更有利於去跟這個 新的這個執政黨能夠談判 所以可能馬上立即的好處是很重要的 對 或者說他一些理念上的支撐是很重要的 比如像經濟的開放也好 或者是全球化也好 這個我覺得這個是第二個層次 第三個層次當然如果是牽涉到旅特個人 那可能未來他會著落在哪一個企業 哪一個這個如何讓這個企業能夠在大陸 能夠參與在大陸的這個經濟發展過程裡頭 那又是另外一個思考 但我覺得因為西方人其實也很重視這個 所謂的旋轉門條款 所以我認為其實還是從第一個層次 跟第二個層次的角度 尤其是從第二個層次的角度 可能是更加實際而有效的 是 老師伴我們看到 旅特未來不管是在政府單位 或者甚至到民間所扮演的重要性 我們來特別看到這一次旅特在會談中 特別講到了什麼東西 他特別說這個脫鉤斷鏈 不是荷蘭政府的政策選擇 任何損害中國發展利益的行動 都會傷及到自身 它的發言基調我們可以觀察到 跟北京其實是不謀而合的 旅特當然也知道中國大陸市場 對荷蘭的艾斯摩爾 特別是這間公司的重要性 我們看到在去年禁令發生之後 2023年大陸仍然是要升 艾斯摩爾第二大市場 佔它總營業額高達近三成的一個高度 特別請教張靜老師怎麼看 我們現在看到旅特他要推動 解禁光科技的出口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還是會面對許多的壓力 其中有兩個壓力 一個來自歐洲 一個來自美國 他有辦法來應對這些壓力嗎 其實我要在這邊提醒 在歐洲跟美國 它對於輸出管制之中有合中聯合 就是說有相互合作的關係 所以在這情形之下 等於阿斯摩爾也用到很多美國的科技 所以我在想大家今天要再想完全 看到阿斯摩爾的這方面 也要了解阿斯摩爾也有很多地方要求美國的 那就這個輸出管制而言 它受到歐盟有一個統一的 就是歐盟的叫做軍民兩用科技 它是在它的附件9裡頭 它就是輸出管制的附件9 有這麼一個清單 另外一個在美國方面 是美國商務部的工業安全區的 叫做商業管制進展 叫Commerce Control List的CCL 今天為什麼阿斯摩爾變成這個世界上 好像光科技全世界最大 因為它順利的把排名第二的尼控 跟排名第三的Canon 它把它擊敗了 而且盡量就是越來 就是說匹德定律越做越大 然後去收購了這些相關的科技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尤其像我們台灣那個漢民 漢民維測科技 就是在股票市場叫做漢維科 也被它收購過 所以我們在整個科技的 就是全球的科技概念之中 台灣的科技其實也有一定的地位 它就是用這個方式把它整個去 就是站住了這一塊地方 但是我們作為一個晶片 它裡頭牽涉到很多不同的科技 全世界五大科技 從ASMOS 就是說排名前五個 專門來做製造晶片的科技公司 它只是排名第二 排名第一的是應用材料 它是在這個就是加州的Santa Clara 然後第三名的是東京 東京的威力科創 這是威力在東京 這是日本公司 另外柯林研發 Lamon Research 它是在這個Fremont 也是在加州的矽谷 那排名第五的科雷 KLA 它是在Milpitas 那個也是在矽谷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在美國之外 然後做這些相關的這個 就是製造晶片的機器的公司 只有兩家 一個在東京 一個在荷蘭 所以大家今天要了解說 今天整個的生態之中 ASMOS用的美國技術 美國人不點頭 他也沒辦法去 這就是說真正的出口 所以他現在不受管制 是比較低層次的 那高層次的 美國要卡脖子 要卡得緊緊的 所以我們今天要了解 這整個的生態 至於這個呂特有沒有辦法 其實呂特面對這些 就是硬邦邦的條款 他也不能靠著政治的力量 去要超越到這個地方 因為那個上面是民地 是大家手拉手 全部每個人都要去遵守的規矩 他也不可能另外開後門 所以我認為這個 好像這個就是 中國大陸很有誠意去談 但是你說真正能夠突破 我覺得希望不大 在政治上面的壓力 讓荷蘭商現在真的是 倍感的壓力 因為他們也沒有辦法 真的做些什麼 那和氣在美國的這個壓力之下 接下來如何生存 我們也會請林佑老師幫我們看 我們先來講這個荷蘭人經商 其實是非常有名的 好 其實他也非常懂得 如何爭取自己自身最大的利益 包括過去和商菲律普 曾經是台積電的股東之外 其實在1602年 世界上第一家跨國公司 是這個荷蘭東印度公司 那戰績都相當的輝煌 好 請教林佑老師如何看 接下來 何氣如何來跟美國商務部 之間來做一個波鬥 我們先簡單的講一下 荷蘭的一個企業 或是荷蘭的一個商業 我相信如果大家有時候在看一些 商業經典的案例 開始開始的時候 其實荷蘭企業 是非常值得大家一看的 因為大家我們想 荷蘭它到底有什麼樣 了不起的地方 除了它是我們去歐洲 很重要的一個轉運站之外 然後還有它的一些 有一些法令相對來說 是比較開放之外 其實荷蘭它的非常多的產業 在事業上都是非常有名的 最有名的就是這個海尼根 這個啤酒 海尼根啤酒 全世界大家都應該都看過 海尼根我想說我指您 我指您就先 先來海尼根 敬爺就想了解海尼根 我跟妳體會不一樣 敬爺非常了解海尼根 然後再來還有是什麼 世界上的石油業 可白石油 還有菲利普家電業 還是ING保險 非常多的一些跨國企業 其實都是跟荷蘭有一定關係的 更不用說荷蘭它在運動產業上面 我們看世界杯足球賽 荷蘭隊每次其實都非常有一些競爭力 這一些都說明了其實 荷蘭他非常懂得如何去善用世界上面的優秀人才 同樣的他也了解的是 他今天的企業要走向全球的話 他必須要走一個就是避險 分散風險 那這個分散風險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雞蛋不能放在同一個籃子 同樣的他也會看到的是 未來的市場的取向 那其實今天我們剛剛有講到的是 呂特也好或接下來的荷蘭也好 他會不會去看到整體中國龐大的市場 這裡的話會除了今天我們講的一個晶片的光刻機之外 其他我剛剛講的列舉了這麼多的荷蘭相關的一些產業 這些企業 這一些商品 是不是也會希望能夠拿到中國市場的一個訂單 這一個其實相對來講是中國有利的一條 但是也是很如剛才張靜老師有去提到的 就是美國在這邊把它掐得很緊 美國把這邊其實在這個 目前我們講的科技戰也好 貿易戰也好 這一點美國這條紅線是畫得很明白的 那接下來我個人如果在這個推演接下來狀況的話 荷蘭他應該也不敢直接去挑戰 美國商務部這邊相關的規定 可是對於荷蘭來說 他會看的是拖 因為其實現在我們講今天已經快4月了 接下來11月的美國選舉之後 會不會有一些新的變化 因為其實就荷蘭來看 他也會了解到在一個美中博弈的情況之下 如果接下來的選舉對美國的政治有一些變數的話 那會不會在選舉過後的新總統 新政府會有一個新的一個對中國的策略 那這個或許就是荷蘭的一個機會 那對現在來說的話 荷蘭他要做的就是先打好各面的關係 等到機會一成熟 立刻去做一個政策上的調整 是 老師我們當然可以觀察到這個總統大選之後 會不會在政策上面有什麼樣子的改變 不過就晶片來講 我們現在是看這個最壞的狀況 如果說一直都沒有辦法通過解除這個禁令的話 那中國方面在這個晶片上面 要放棄半導體的追趕嗎 因為現在研調機構是說 如果沒有這光刻機的話 可能就要等到10年之後突破了限制 才有可能繼續往前走 你怎麼看 這邊的話我或許會覺得就是 生命會自己找到出路 那至於說他會不會去放棄這個追趕 我覺得不太可能會放棄 因為半導體我們也了解它是目前 不管是科技低緣政治 或者是未來的一個產業 非常重要的一環 那對於來說 它會要如何去突破 是不是真的要10年 還是有其他的辦法 我這邊或許提供一個例子 但這個例子是不是真的能夠適用 這當然需要再觀察 當年其實美國也曾經想要 對蘇聯有非常多的一些科技的圍堵 可是那時候的一個蘇聯 不管是東芝事件 或是其他的一些方式 它透過第三國轉口的方式 去得到相關的技術 這一些或許是可以讓它在這一個 我不能說它是埋鍋造飯 但是對於它的一個技術成長來說 是有一些加持或幫忙的 那今天就會變成的是 中國如果是繼續在這樣的一個封鎖 或者是我們走最壞的狀況 最壞的狀況就是 美國持續的對它進行一個 科技產業的圍堵 那它有沒有辦法去做這個突破呢 除了它自己的能力之外 它能不能透過人才的取得 不管是挖腳也好 或者是其他我們講商業間諜也好 或者是第三方的一個轉口出口 用這種方式來做一點突破 我個人會認為是有機會 但是你說是不是會這個 10年才能突破 我覺得這10年或許是長了一點 是好我們繼續來看到 剛剛提到的這個 美國對中國大陸的科技圍堵方面 那同時也是繼續的 扶持自己本土企業的這個半導體 特別針對英特爾 我們來看到這一次美方 豪雜了35億美元 換算新台幣是1100多億元 而且是用在先進半導體 特別是在生產軍事還有情報方面的 好這個是美方對於中國 美方對於自己國內半導體的一個投資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中方也加劇 它對美方的制裁反制 不再採用美國的 英特爾超微處理器裡面的這些電腦 都不得採用 那麼微軟的作業系統也包括在內 一切都是要朝國產化來做發展 特別請教鄭東老師 你怎麼看這個 美國這一次對中國豪雜了這麼大的一筆錢 美國對英特爾豪雜這麼大一筆錢 對於英特爾接下來的發展 有什麼樣的影響 現在當然相關的這個訊息 還在不斷地公佈當中 那也有的訊息透露就是說 商務部要提供的補助是85億美元 那外加110億美元的貸款 所以說這個金額是非常的龐大 那這麼大的一個金額 到底對英特爾的影響是什麼 對其他公司的影響又是什麼 第一個我們看到就是對英特爾的影響 是英特爾可以持續在美國生產 因為現在美國事實上 因為成本不斷地上升 所以其實在亞利桑那州 已經有五家台積電 跟英特爾的供應商 都在停止擴廠 或者縮小規模 那這種情況下 如果沒有美國政府的支持 大概很難在這個美國 持續擴大它的這個半導體生產 是 那麼現在這個目標是說 未來在這個未來五年之內 大概希望能夠達到 在美國生產的這個晶片 達到全世界的20% 那這個是非常驚人的一個成長 所以當然它一方面 它是巨額的補助 二方面它的一個正當化的理由 就是說那這是為了軍事安全 為了國防的需要 那這樣子的兩相結合之下 當然會給英特爾更加的保護 因為就像這個雷蒙多在這個新聞發布之後 所講 他說如果美國的晶片供應 都是掌握在台灣跟南韓的廠商 這對美國是構成了國家安全問題 是 那特別是當它是一個所謂的 軍工產業的供應的時候 更是如此 那對於其他國家的這個企業來講 這就是牽涉到說 如果英特爾不斷的擴廠 而且是在美國政府補助底下 那麼對於像台灣 對於我們的台積電也好 或者三星也好 它只能去尋求其他國家的市場 或者說只能尋求其他補助 更雄厚的一個這個生產的地點 比如像說台積電 除了在台灣之外 它在這個日本的雄本 那實際上最近也宣布說 台積電要在嘉義要塞設廠 到底會不會設廠 我們不知道 但是的確這反映了一個現實 就是說 在美國的補助遲遲沒有宣布之下 我覺得其他公司可能會尋求 在其他地方去擴大生產 是 謝謝謝佐老師的補充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